好多人都想知道 我干这个消失行业 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 我感觉老公 从事这个消失行业 有七年了 还刚开始干的时候 只有肉甲末 鲁蛋豆瓣 还有鸡蛋肠 后边这个串 土豆丝 给豆瓣 还有海胎丝 这都是还后来 自己研究了之后 再讲上去的 刚开始干 行的这个声音的时候 只是拿这个声音 挡个跳班 等着挣到钱了 我感想再换一个 换一个搞大上的 感干净净的声音 虽然没想到 这一干都干了起念 好多人对这个 传统消失的认识 都是全年无休 没有解价值 自从我感解除了 这个行业之后 我感到把这些 唱鬼全部给打破了 还是走一到走五 都正常出台 走六走天 我感到是干了走六 走天都休息一天 每次到法定解价日 人家上门的房价 我还房价 暑假的时候 孩子房价 我还房价 我还在回家 陪小孩 陪一个月 我感到省音 可以说是 比较佛系 好多老顾客都爽 这找哪种一吃 还得看那法碰上去 想吃 还得好像是还吃不上 我做的省音都是 省音是给弄我走 不是我给弄省音走 说实话 这两年戴口罩 对我没啥阴影 也都是这段时间 放开了之后 对岸才有所影响 反正之前的营业额 每天都是固定在 三千左右 从来没有说 像现在 卖的这少过 过了年之后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像这个煤店 一个月是 三千五 这个点费 一个月是五百 这假装 一期是四千块钱 假装 住这房子 是一个月 两千块钱 咱那房贷 一个月是 七千五 平时早餐是吃炒兵 晚餐也是吃炒兵 要么都是 咱旁边的女 咱送的吃的 咱的肿做一顿饭吃 这睡锅 假的日用品 咱一个月 可能得三四百万件 平时咱不达买一场 都是缓季的时候 一个人买个两三十都行了 然后我换老名 一个月 算是喝五百万件嘛 这一个月下来 抛育这些乱七八糟的开支 还能落两万多块钱 虽然干了这个 发不了大菜 当然给顶叔父 都已经很满足了 一个拼命饭饭的人 一个月两万块钱 我感觉 我很吃醋 我感觉